了解了解了解 慢慢的韓粉手拿杏仁茶 高喊谢龙界冻蒜 让场子热到不行 资深韓粉杏仁哥 这回进攻台南家里 化身最强助选员 要帮龙界仙画虾 从韩国瑜三山造势 崛起的杏仁哥 成为不少韩粉心中的代表人物 这次龙于合体 杏仁哥准备2000杯杏仁茶 到场免费大放送 要来助攻谢龙界 韩国瑜总统 韩国瑜总统 除了挺龙界当立委 更有韩粉冬瓜哥 自己磕了两条巨大冬瓜 就是希望韩国瑜 能够前进总统府 晚上磕六个小子 对 另外韩国瑜总统 要不做冬瓜 在西部中他就是我的总统 他是百年来所未见到的明君 除了雕刻超用心 冬瓜哥还在现场摆摊卖起韩国鱼 用湿木鱼皮包鱼丸 再炙烧 象征爱与包容 果然生意 墙墙棍 哇你超特别的 我看你 你看一下 你的头发四号 还有这位辫子姐 特地把头发绑成数字 用行动力挺泄龙界 资深韩粉们齐聚一堂 让龙鱼合体 人气 再创高峰 记者先问 向朱贤明 台南报道